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出席第十二届中美政党对话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代表 杨洁篪表示9月10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应约同拜登总统通电话 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纠正一段时期以来的错误对话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采取积极行动弄示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中美政党对话对增进彼此了解深化对话合作十分有益 希望美国两党和各界有识之士继续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美方代表表示本届美中政党对话交流坦诚深入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中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受益于美中交流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抗击疫情复苏经济等全球性挑战更需要美中合作 双方应努力深化沟通持续扩大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 共同推动美中关系积极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912日杨洁篪应约视频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科里 对于中美关系杨洁篪花下红线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美方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 所害中方利益的严重错误行径 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中方对这些行为坚决反对 更坚决应对 中美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中美还是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妥处分歧 互利共赢 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 希望美方从中美共同利益和美国自身长远利益出发 切实纠正错误做法 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就在今年3月 杨洁篪在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杨洁篪指出 中美两国应当同亚太各国都发展良好关系 应该有共同的朋友 这才是21世纪的处世之道 台湾香港新疆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行径 并将继续做出坚定回应 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与中国打交道 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